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牵着我的心 成为我评语你 最顺带的欢喜 就算你 又出现在梦里 整夜还是桑梨 你就像心脏能看见的蓝天 留给我比夕阳经过的腼腆 只想你还会在梦里对我眨眼 明天醒了还有一处的 想念 你就像心脏的一口水很甜 让我不再迷给我的心弦 你就是我所有想象的画面 在下一个场景等着你出现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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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怀里面 你看你干嘛 别过来啊 我急着去老子 给我 赶紧的 行行 这样 你要真想要 那你先回到我爸一个问题 张主任 对 张主任 行 你问 我替我爸问的 你高中时期 有没有早恋 我没有 我谨遵老师的教诲 早恋骇人浪费感情 我保证 的确没法早恋 我一个没文化的社会人 还不是因为 我家林熙才重返校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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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你的秘密基地吗 嗯 嗯 你这么多魔方 你还拿我的干吗 因为 战利品 不嫌多 机器猫 我小时候最喜欢机器猫了 它能满足大熊的一切愿望 但是 让我妈没收了 还说我幼稚 你喜欢 送你了 这么大方 你不是说喜欢吗 你许个愿望 看它能不能实现你的愿望 你当我是小孩儿 小心点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讨厌你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 现在喜欢我吗 不学无术 逃课打工 抠门又狡诈 就是我妈眼里的 绝对不能交往的学诈 所以呢 不过 那是因为我还不够了解你 你正直善良 有责任感 但是就是有可能 有的时候你太善良了一点 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喜欢自己一个人扛 你也不喜欢解释 可是 蒋正涵 你才十八岁 你跟我一样才刚成年 你可以不用这么累 可以向人求助 我 你可以 就 我们是朋友啊 可以一起扛 谢谢夸奖啊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好呢 那你呢 你就表里如一吗 你说你 明明好好地做一个年级第一多好 给老师献眼琴不够吗 偏偏要跑到我这儿来瞎搅和 是吗 小伟大 我看 好学生 天才 应该只是你的保护色吧 真正的你 应该只是为了爸妈才 假装乖巧的 对吗 不好意思啊 说错话了 你说的没错 我只是不想让我爸妈离婚 但是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不是天才 我只是情能补捉 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我 少年组编程大赛全国第一 全国第一 挺厉害的嘛你 对了 你为什么总看那本算法导论啊 你学编程是干嘛用的 做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安全系统 它如果检测到风险 就会自动报警 不过现在还不完善 所以我也没给别人看过 好 蒋正涵 你答应我一件事 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是两面派的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无论你有多少事情要忙 你都一定要好好上学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考哪所大学 我 我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就现在想啊 要不 你跟我考同一所大学 也不是不行 一言为定啊 那我们就约好了一起考精大了 蒋老师 精大虽然难考 但是我相信 你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考上的 我们拉个勾吧 我们在你的秘密基地 秘密结盟 你都多大了还拉勾 幼稚 快点拉勾 不要 不要 拉 盖上 不要低着头跑 夏令熙 快前面 稳住你可以的 加油 坚持住 快点 还好吗 还好 还有多久 好了三分钟 还剩七分钟 七分钟 七分钟很快 四百二十秒 四五一秒 一千六百八十秒 夏令熙 调整好呼吸 听我的题目 在抛物线Y的平方等于四X上横有两点 关于直线Y等于四X上横有两点 关于直线Y等于KX加三对称 求K的取值范围 我不行了 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我什么都想起来 你不要想着自己在跑步 听我的题 在抛物线Y的平方等于四X上横有两点 关于直线Y等于KX加三对称 求K的取值范围 多少多少 算 算 算 一车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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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掂开了白拳一张 在陌生的地方 空白的未来待我 战斗的笔划填上 反复背诵的答案 似乎已不够伪装 成熟的大人模样 青春的漫漫长廊 多少蜜蜜徜徉 未收拾的梦预想 骄傲的挂在脸上 海阔天空的方向 约定要一起前往 你的温暖庄 满行囊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苦与乐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你依然与我并肩仰望 青春的漫漫长廊 多少蜜蜜征扬 不未收拾的梦 好的 开始上课 今天 你把这套卷子做完 准备开始 好的 今天呢 你把这套卷子做完 一套卷子啊 这十套卷子吧 这都是一年的关键性考题 我特意从教研室里筛选出来的 哎呀 这应该就是 你给老师做乖宝宝的战礼品吧 废话这么多 到底学不学 学 好的 好 那么夏老师我就开始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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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啊语文 郑哥 你看 学校体育老师这工作真好 动不动吧就背上课 你说是不是 不用上个班吧 就白拿钱 上班吧 你说 就按描表 这会儿也太简单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就想当个体育老师 看什么呢 希望那么开心 当体育老师 是挺好的 是不是 我就说嘛 你看当体育老师多好 对不对 我就特想当个体育老师 我真的不想跟我爸一样 你说跟我爸一样有什么好啊 每天那么多的活 多累啊 你看当个体育老师 就 老张老张老张 腾腾还说什么了 哦 他跟我说啊 当体育老师挺好的 啊 你是不是也想当体育老师啊 我不想当什么体育老师 哎 老张 你有没有觉得小夕最近有点神秘 嗯 小夕 嗯 神秘 啊 哪跟哪啊 每天早出晚归的 一不留神 人就没有了 我约了他多少次跑步他都不来 但你看 体育成绩却大大提高 你说 他干嘛了 你约他约不到 嗯 完了体育成绩大大提高 对啊 对不对 嗯 我明白了 他八成是想和我一样 当一个体育老师 哎呀 你什么脑子啊 就小夕那个体育 还当体育老师呢 他连体育助教都够强 但你说 他到底在干什么呀 哎 哎 想不明白啊 我明白了 这次我真明白了 夏姐呀 可能是对牛二姬都抱歉你了 哈哈哈哈 你这回物 有病啊你 王夏脸心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 抛 抛弃我不可能 抛弃我 我会只让张怀我说肿了 他对我一清别恋了吧 你别恋我妈了 张怀我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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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喂 喂 你们快撤 我看见张主任 往你们网吧那边去了 赶紧的啊 好 谢谢 哎 哎 郑哥 郑哥 今天谢谢你啊 你还及时通知我 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行了 没事了 赶紧走吧 我还有工作呢 郑哥 还工作呢 马上不就考试了吗 知道考试你还来网吧 你是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我家教特别严 我爸对我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我每天就跟关丹玉似的 就这还说我是老张家的耻辱 我这不心思 放松一下嘛 哎 关我什么事啊 哎 郑哥 你能考进钱一百吗 关你什么事 好难啊 约等于二次 这才是一样 你们吃完 好了 飞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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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的 这道题,你这是第二次做错了 你要是有下一次,我明天五点叫你起床呗 我发现了,我真的不适合血缘 太难了,这怎么做 哪有那么多适不适合的呀 你就看这道语多理解吧 这道题,班上一半的人是做错的 但是你的答案是对的 这就充分说明你适合了 别气馁了 原来答案是这样 干嘛 说好今天就做一套,你不能再杀一套 你做错了呢 就得要再杀一件 凭什么呀 凭我教得好 凭我教得好 行 我 说好 干嘛 做卷子的奖励啊 夏老师讲程有度,在不在 还行吧 坐呀 你快坐 好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如此可教 这个是我整理的所有知识点 没事吧 没事 对了 明天考试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提前交卷 提笔注意审查 落笔注意审题 考试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去 知道了 人不大 话还挺多 啊 嗯 对了 这是我刚批完的练习册 你出门带着这个 我当然要带着他啊 我刚刚许的愿 什么意义啊 那我说出来呢 他就不灵了 哼 走了 我看了 你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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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哥 走啊 走 稍微试 可不 好 等会儿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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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我跟你说个事 好 怎么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我就在这说吧 有了他 我保证你告分通过 气死你万联老二 什么呀 你脑子被我们洗了还是被你爸打坏了 不是 郑哥 昨天我爸追杀我的时候 你不是救我条命吗 咱俩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你要真想感谢我呀 你帮我多上两颗星就行 你真疯了 郑哥 郑哥 你想想啊 你以为华月什么时候及格过 你跟陈一传打赌 你不是净当吃亏的吗 你听我就拿来 你还我去 听你们拿来 你们拿来干嘛呢 你手上拿着什么 天挺好啊 快走快 郑哥 拿着 咱不能撕脑筋 你这裙子怎么拿出来的 这还不简单吗 我那老头啥密码都是一二三四 我就试了一下保险柜 灯就给开了 你是怎么拿来的怎么放回去 咱俩还没看过 不算作弊 听见没 郑哥 听见没 你这两个都不简单 我看着我家哪儿呢 我去点吧 你去点吧 你看咱们看你们的钱 是开的吗 你这次考可以 你这次考可以啊 是不是有点完了 我去点吧 你去点吧 别别别 这次考你钱一把 你这次考得 您好 你去点吧 你去点吧 我给你给你 我也不请过来 好了 同学们 下课 郑哥 你太神了吧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成绩非生的潜质 你太帅了吧 我现在佩服你无地投地 也不好意思 这就行了 郑哥 既然我叫你一声郑哥 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弟 什么是小弟 小弟就是你说什么 我就做起 是不是 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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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毅川是不是应该 娃跳 陈毅川 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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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川 你懂什么呀你 娃跳 陈毅川 娃跳 这不可能 肯定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 对呀 有什么问题 就是 啊 蜀墨窜光你这就是 蒋正涵 他这个学术他怎么可能 我知道了 作弊了 我那天看到张淮武偷卷子给蒋正涵 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跟你说那天七十五 你要说这种话 你要负责任的 我看过你以前的成绩 你化学和语文从来就没及格过 你凭什么考进年纪前一百 陈毅川 你凭什么就认为蒋正涵考过呀 你想怎么样 现场出题 你只要当着大家的面 把化学题做出来 我们都信你 出什么题啊 我们不跟你比啊 是吧 好啊 咱们就这样 咱们让下半场出题 让他们现在就对决 这必须要成绝啊 你都别说了 都不先别说了 我跟你说啊 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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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要对决的事儿 我们不跟你比啊 快就怎么快 夏林夕你最好别包庇他 我是看得出来的 听见呗 行吧 你快说说他呀 你 小曼 你看夏姐出的这到底难吗 别问我 你自己不会看啊 真的嗯 我自己也怕 要不要家人 我帮你的 我让辆 Кто 我做对了吗 是啊 陈老文 加油 没多少啊 加油 行不行啊 陈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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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帮帮 快撑了去吧 继续跳吧 跳吧 这算不算力气啊 才跳到哪儿 加油再跳 再跳一跳 再跳一跳 没我跳的多吗 我看我有点跳不动 我看也是 哇 再跳啊 还是我们不少啊 你密集我们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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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跳 你跳不动啊 你竟然在跳啊 看什么看 哪个班的下来 快点快点 站起来 往回去了 说你了 都回去了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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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跳了 继续跳了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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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跳了 你站起来 别跑了 我们走吧 都回去 回去 继续跳了 别跑了 都回去 我老师上来了 走吧 我不能走 都回去 别跑了 别跑了 都别跑了 快去 来 这次考试 会直接进入你们的高考 大家都努马力 先做准备工作 来 快Спlah 等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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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练希 调整呼吸 调整呼吸 坚持一下 快了 前面就是终点 再坚持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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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刺啊 冲刺 夏练希 三分二十四 夏练希 真棒 你做到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就说 你肯定能做到 太棒了 我先过去 好 好 哎呦 我的 人呢 老张 你过来 咋了 喂 你闻到了吗 感受到了吗 啥呀 八卦的味道 啥呀 爸 嗯 八卦 你脑子一天天都想什么呢 人家正哥夏姐那是革命有益 嗯 神经病 谁神经病啊 小夕的革命有益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去腹子儿急了 你不让你 damom 我去腹子儿 Male 我去腹子儿了 abundance 我去腹子儿了 咱们还要去腹子儿 你不要这样 我去腹子儿了 你要去腹子儿 你去腹子儿了 小川 锻炼呢 小川川 我今天请你吃炸鸡怎么样 不吃 那 冰激凌好不好 不吃 别生气了嘛 笑一个 笑一个 我跟你说 其实蒋正涵那个事 真的都是一个误会 你们为什么都会讲成孩子说话 我没有啊 这不是 那个谁叫什么来着 青蛙城嘛 这不是 冯天俊 你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把你闭上 小川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那样 你干嘛呀 从初中到高中跟狗皮狗羊一样甩都甩不掉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陈一川 你怎么说话呢 跟顾小妈道歉 小麦 你别理他 他从小到大一时都这样的人 他从小到大一时都这样的人 你说说你 你为了这么个不是好歹的人 你何必能 我心疼他嘛 你们能不能也帮我心疼心疼他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被逼着当众出丑 小夕 当初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他 是蒋正涵救了他 让他做了那么傻的事情 你刚刚就不傻吗 而且他这种性格的人 你说他就信了 可如果陈一川一直这样下去 不停地恶意揣测别人 等有一天大家都知道 是他诬告蒋正涵 全班都会看不起他的 我不想他这样 好了好了 走了 上课了 我才反应过来 你刚才是不是说我傻 你天天就知道 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 这还不叫傻 我猜没 好了 你傻也挺可爱的 今天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什么呀 没什么 你说陈一川吗 不过我也没想到 他真能跳 运动服输呗 我们当初就是这么约定的 没想到我那个傻表弟 还挺有肿的 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真的是陈一川吗 应该是吧 我就算挖跳了 我也是第二个 爬还是他呀 走吧 走走走 你干 干嘛 干嘛 小夕 小川 给我卸小纸条了 再默然回首的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 才会了无遗憾 这是习慕容的情诗 他要向我表白了 表白 嗯 老师 谁 谁想你表白了 陈一川 你怎么回事啊 作为班上的好学生 带头早恋 我没早恋 这纸条是不是你写的 是 这还不叫早恋呢 我用语文老师的方式 给你念一下 在默然回首的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 才会了无遗憾 你脸哪 我都念不出口啊 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过解释 我是叫语文出身的 我能看懂 那个张老师 我过目一下 是 其实我觉得吧 没什么就是这个文艺枪啊 重了一些 哎呀赵老师啊 他们这些学生就是欺负你这些不懂的理科班主任 这是习慕容的词 讲的就是爱情啊 他第一句就说到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 骑你 骑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你看 这是不是早恋 对对对 陈一川 你太让张老师释放了 高考 还有几天 说话呀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们两个接 这真是奇舍大如 不是的张老师 我压根不知道这诗是那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这是 是写给人道歉的呢 老师 这不是陈一川写的 是我写的 哎呀你别乱啊 老师 这诗是我写的 不怪他 但是我写这个诗 真的是为了给他道歉的 哎呀都给我闭嘴吧 你还有你 怎么还互相包庇上来呢 没事 你们俩在这儿 上演苦命鸳鸯呢 张老师 不是 这事要怪 您就怪我一个人吧 跟陈一川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现在喜欢上他的 他什么都没做 你说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 你敢不敢提出状况啊你 陈一川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有高考加分 你一劳就一劳 我 不是 老师我 顾小曼 你不天天算命吗 来 给自己算一下 你还能不能考上大学了 是 张老师 张老师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早恋 对不起 顾小曼 你闭嘴 谁跟你早恋了 那早恋是两个人的事 你误过我的意见吗 你一直在这儿胡说八道 什么呢你 行了 夏姐 干嘛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夏姐 刚才顾小曼 常常跟陈一川在一起了 正举缺凿 我爸都气疯了 他脑子短路了吗 就是 他吃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 我哪知道 我就在那儿偷听到的 哎呦喂 这一对可算回来了 欢迎我们班二哥和二嫂 顾小曼居然跟陈一川谈恋爱了 啥 还被老师给发现了 你还这么近 行了行了 你们能安静点吗 夏大班长 现在是课间休息 你能不能别这么严肃啊 更何况大家都这么热闹 你就不能让我们讨论讨论 对不对 冯天俊 既然你这么能聊 一会儿你找赵老师讨论去好了 夏灵溪 夏灵溪 你是好学生当上瘾了吧你 你怎么光找我的麻烦 就你带头起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告诉老师 夏灵溪 算了 你就给我等着 我 谁啊 你大爷王 陈老二啊 怎么着 二嫂哭了 心疼了 对不起 我 陈一圈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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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圈 我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陈一圈 你们走回来 你们要造反吧 好久点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蒋正涵 怎么哪儿都有你的事啊 赵老师 是这样的 顾小曼他们一回班上 冯天俊就开始辱骂同学 吵的同学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学习 我上前制止 然后陈一圈 老师这事怪不了陈一圈 是冯天俊威胁夏灵溪说 如果夏灵溪把他上课说话的事告诉你 他就不让夏灵溪好过 你们血口喷人 哎老师 冯天俊 我们说的哪句话不对了 我讲的不是事实吗 你们两个可以啊 啊 在班级大大出手 把那女同学都吓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 让我请二位家长来聊聊天啊 呃 老师其实是这样 是冯天俊他离开了座位 要打夏灵溪 然后 陈一川就过来拉了一把 冯天俊就把陈一川给打了 你们 你们蛇属一无 冯天俊 你成语有进步啊 你留下来 我们俩成语接龙 你们先回去吧 老师 对了老师 把你的家长请来 我跟他们 聊聊天 我才发现原来当班长确实是大有好处啊 嗯 谢谢你啊夏灵溪 今天怎么这么谦虚啊 反正我在这个班也没什么脸了 其实 我们觉得你挖跳这事儿不丢脸 哎呀别说了 是蒋正涵说的 他说 我说如果我是你肯定赖着不去跳了 你比我有单当 嗯 喂 妈 好 我知道了 我觉得你刚刚打架的时候确实挺爷们儿的 好 知道了 我家弟弟终于长大了 谁让你摸我头了 真是 别以为你这次帮了我就把你当姐姐了啊 我还有点事儿 我先走了 嗯 今晚上课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 好 妈 回来了 蒋老师也来了 好 我们俩刚巧在楼下碰到了 那个蒋老师不好意思啊 嗯 我今天有点急事儿 我得出门就没法给你们做饭了 小心你点点外卖吧 你们俩吃 放心妈妈 今天我们要整体复习一下考点 任务坚具 我们准备开始了 行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好跟你叫老师徐啊 好 走了 阿姨慢走 交底取材 就只有这些了 你挺厉害啊 我以为上次在朵朵家那已经是你的巅峰了 精彩的 永远要留到最后 无事先阴气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啊 你是能让我涂财还是涂色啊 哪个都不行 嗯 废物太多 嗯 你可以啊你 吃这个 嗯 嗯 这好吃 但我只能给你九九份 为什么啊 剩下的那一份呢 盘焦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急 你慢慢吃 你吃完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什么事儿 你现在说呗 你先吃吧 没什么大事儿啊 就是 这应该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届数学课了 为什么 其实你数学成绩挺好的 不需要我这个数学老师了 我也不能再继续 舔着脸 赚你家这个钱了 妈 文件忘拿了 这 这是你们点的外卖啊 啊 阿姨这是 这 我刚刚有点低血糖 然后外卖又要很久 我就叫咱老师给我做了点 对 那辛苦江老师了 没关系 那你们赶快吃吧 吃完学习 麻烦了 江老师 那我先走了 好 阿姨慢走 好嘞 赶紧吃 吃完学习 你为什么不叫了呀 不是说了吗 快吃吧 快吃吧 你不吃 我吃了啊 我吃了啊 uchi 咱俩 这真的 是你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吗 是吗 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 第一名 谁说没有啊 我现在就有一道题不会 你不能走 你必须得教我 你可以会的 我真的不会 你把本子还给我 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吗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不是答应我一起考精大的吗 我们还拉过钩的 你忘了吗 你快回去吧 小伟 你快回去吧 会朝凉的 快 这是什么呀 夏令熙 啊 还有这个 我叫你画 妈 妈 妈 你还给我 别别别别 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 妈 你瞧我 我叫你求 别别别别动手 别动手 我尊重你 夏令熙 我尊重你 你就欺骗家长吗 刚才他跟你做饭 我就觉得奇怪 前两天你舅舅说一川早恋的事情 我还庆幸你开窍晚呢 我发现是我脑子坏掉了 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 有多大的事你能不能好好说呀 什么叫多大的事啊 你有资格质责我吗 我每天为了这个家忙 且忙活累死累活 你管管女儿一天吗 不 你这话什么意思 救你累 救你委屈 我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为了工作 钱呢 钱在哪儿呢 一天到晚骨头的一些破石头 钱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吗 跟你说话呢 我带他练钢琴 是断了他的气质和定力 你要他干嘛 回来就带他出去玩 孩子不愿意学钢琴 就不要逼他 兴趣培养你懂不懂 你能不能别一回来 就带他出去玩呀 跟你没法说了 说不了一会儿就离婚 跟我过受委屈了是吧 对 又是委屈了 离婚 离就离 像谁呢 说什么呢你 你说什么呢你 这个房子和家用 哪何不收我出的钱 起来 小心 赶快起来 起来 妈 是我错了 你不要再跟爸吵了 我会听你的话 我会好好学习 我想好好学习 好好考试 那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好 你是不是 能使下我的愿望啊 让我打凶我 我爱你 你 那你这就是太阳了 张老师您说这是不是商业欺赞 不 这孩子是人体有问题啊 问你说一个高三的学生 居然胆敢假扮家庭教师 还冒充什么精大数学系高才生 您先别急着发火 先问问清楚也不迟啊 我跟你说 要不是被我撞见了 我都不知道要被欺骗多久 您笑笑虎 笑笑虎 这事我们肯定要查 我们也要肃清孝风孝季的 张老师 您说 我们家灵溪 不管在成绩还是表现上 是不是在你们医中 都是有目共睹的 对对对 她也更是我们家细心呵护 精心培养的掌上明珠 这个江振函三观不正道德败坏 而且她还狡猾奸诈 居然还唆使我们家姑娘包庇她 张老师 这回学校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那您的意思呢 让她离开高三一半 不许再来骚扰我家姑娘 这样 我现在就去找您 咱们去下面谈 您别来了 她已经退学了 什么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重新复习一下 关于光的指示点 首先 是光的直线传播 光在同一种均匀戒指中 沿直线传播 小孔丞相 影的形成 日时和月时 都是光直线传播的例证 那么 影 是光被不透光的物体挡住所形成的暗区 影 可分为本影和半影 在本影区域内 完全看不到光源发出的光 在半影区域内呢 只能看到光源的某部分发出的光 从此蒋真函 只形成本影 再也没来上过课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不疼得 诶 这儿的小朋友 你怎么来了 你没去送送这儿 他去哪儿了 你不知道啊 他今天要走了 就是一块儿的车 在南站 大飞哥 怎么了妹子 妹子 来着急没带驳飞 等知道小夏 咱们就去交通最日罚 好 交通安全无小事 千万不能掉出身心 来我说 妹子 我一定给你把他追上啊 我一定给你把他追上啊 叫我说 郑涵 你说这小子他是不是瞎呀 你这么好 他把你给丢下了 小夏合 小夏合 停下 停下 蒋正涵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为什么要退学啊 你把车子打开 蒋正涵 蒋正涵 你不是说好一言为定的吗 一言为定的意思就是 不能反悔 蒋正涵 你把窗户给我打开 哎 你别走 好不好 就算那是我们 不想来人提起 有时不哭 成为此刻的梦 我 随便往舍的渡 夏林夕 你来这里干嘛 蒋正涵 赶紧回去 这个 既然你喜欢 送你了 这么大方 你不是说我喜欢吗 你许个愿望 看他能不能帮你实现 看他能不能帮你实现 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吗 你别幼稚了行吗 我之前许你考试顺利 但是我现在许你下来留下来 小子 你留下来 小子 蒋正涵 你留下来 留下来不要走 你留下来 我准备的爱 你准备啊 想要求你 快走 快下来 是我不肯服输又頑固 这样的我不能再耽误你 希望你高考顺利 虔诚私近 我们精大约定我会永远记录 希望还能再见 谢谢 谢谢你 对不起 警察董事 你好 我刚才骑上没带同贵 我现在联系出手吧 前几天考试 但是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生病了吗 没有 这一次的考试全班第一是陈一川 你排名 第十一 年纪前十都没进去 前十排名 你也是五十开外 就你这成绩 就算是有加分 也考不上京大呀 对不起 老师 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个给你 回去再看啊 谢谢老师 你回去吧 国益 我的难透 什么事 有事 人 得 他能把你拉出深渊 助你跋涉沼泽 教你横渡江河 带你翻山越岭 陪你登顶高峰 和你看遍风景 这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有志者是景成 我们共勉 小夕 你还好吧 我没事 终于在毕业前输给你的陈宇川一走 你说什么呢 我和他现在都开始不说话了 同学们 明天就要高考了 大家紧不紧张 太紧张了 紧张 反正我参加高考那年 我是挺紧张的 呦 这距离我们参加高考 快三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哪有哪有 三十多年了 也就还几年嘛 哎 这个 高考啊 是迈向人生的第一张文票 我相信啊 很多人都跟大家说过 高考呢 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 这之前在你们复习的时候 我常跟大家这么说 但是高考 真正的教会了我们什么 我觉得 它真正的教会了我 如何去面对 人生的重大选择 等你们步入社会之后啊 你们会发现 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比高考还难 到那时候 老师啊 不会因为你们高考得分 来对大家评头论足 只希望你们啊 有一技之长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学以致用 不忘初心 一定要牢记 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 借用儒学大师 马一福的那句话 以时乾坤大 有脸草木青 希望江明一中 给大家留下最美好的高算会议 谢谢大家 同学们 我和赵老师啊 总是说你们一介不如一介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实话 我们是骗你们的 你们就是我们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 谢谢赵老师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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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喊毕胜好不好 好 同学们 一 二 三 毕胜 高考的那两天很快就结束了 回到学校对答案的那天 大家都很轻松 仿佛把这么多年对高考的怒 对高考的怨 对高考的压力和紧张 都透过笔记试卷 挥下到空中 把学习的苦闷 转化成了对未来的期待 而我总觉得 还有个人 也应该站在这儿 毕业快乐 赵老师 лет 好酷 不对不对 现在毕业了啊 应该叫老赵 因为赵老师 对对对 赵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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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神了 看在旁边感觉怎样疯 看张环武 这简直浪费我大好青春啊 我早都大大方谈恋爱了 行啊 他还敢谈恋爱 你可得了吧 你爸是谁啊 你爸可是江明张有才啊 就你那小胆 你敢吗 敢吗 就是 我还不怕告诉你们我 你说你干什么呢 你还能干吗 真不敢 真不敢 张环武他 老赵 那我再问您一个 咱们班 最不可能 有爱美关系的人 谁啊 看您能不能猜断 这个人就是 我吗 谁啊 我觉得那肯定不是你啊 大大人 我有我家小川呢 他看我家小川多帅啊 好的 我求你了 学霸我夏姐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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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有 老师他有没有啊 赵老师你别跟他们一起欺负我 不是 我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他心里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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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有果 我真没有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吵了 听我说 我知道我们家小西啊 有喜欢的人 是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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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没有 小西 毕业了 可以放下你们的女神包袱了 嗯 听我说啊 你们在座的各位 都没有戏了 因为 有 秦岳男神 在静大等着他呢 秦岳 是不是 就是那天 在施事大会上演讲那个 别听胡桥曼瞎说 没有 行了 喝自己的吧 没气了 什么呢 你们都饱了我 好吃的 好吃好吃 吃菜 多吃点菜 来来来来 好 嗯 嗯 之前早亮的事情搞了一个大乌龙 多怪我不应该写信给你的 还是你替我背过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的 放心吧 你不是我喜欢的脸像 陈毅川 你会不会说坏啊 你不会道歉别道 我怎么不会说坏啊 我哪就说错了吗 真是 都毕了你还以为你是班长呢 下了个喜 我不是班长 我也是你姐 行吧 别听他瞎说了 他这人就是一直不着脑子 白氏陈毅川 我又喝了这些忘情水 忘了他 什么鬼啊他 小夕 嗯 你是知道的 从初中到高中 我一直只喜欢陈毅川一个人 我对他那么专一那么好 他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陈毅川都从小到大都这样 陈毅川 不会是个傻子吧 陈毅川不会是个傻子吧 你爸不是个傻子吗 你才是傻子 咱俩也太没出息了 都高中毕业了 也没能真正为自己活一次 那就 祝我们在大学里 做回我们真正的自己 上大学 上大学 夏林熙 在大学里 你要做最自由的夏林熙 你 要自由 要自由 我再也不要那么痛苦 不需要再想起那个人 他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 啊 真好 花天霜 反复被送的答案 似乎已不够伪装 成熟的大人 你干吗 我打不到你真人 我打一下幻觉还不行 你开心就好 你再打一下 你叫我打你 我就打你了 你赶紧给我消失 不想再看你 小芸汐 你等一下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好烦啊 你凭什么老叫我等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 没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跟过年一样开心 我一口气做二百多十月题 我都不觉得累 我一点也不上去 联系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不管我曾经为你做过什么 那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我不该期待你会 传承的漫漫长 感动 会改变 天员 反正你已经离开我了 我的大学生活里 没有你 你已经在我的回忆里消失了 我转头就能把你忘记了 寻找我们发过的远方 拼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忽略了一起永长 夏丽熙 你敢忘了我试试 常常的想法 不如想起心跳的回向 相信你 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你始终陪我 去仰望 你路上 喋喋壮壮 踏过一切伤 只为了与你踏遍世光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神话的媒体答案 苦语乐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向着我的呐喊 相信我们的爱情 感谢观看 我不是在做梦吗 一定是 小西西 怎么了小妈 陈一川说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竟然说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哎呀你昨天不是说要忘了他吗 你忘情水白喝了 我那都是气话嘛 我都喜欢他这么久了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 哎呀怎么办 雪儿啊 爸爸和妈妈要去进货了 哎 这个点没什么客人 我和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啊 放心吧交给我小顾总 你们快走吧 嗯 小顾总别坐在这儿了 门口看店去 嗯 好嘞好嘞 小西 哎呀我怎么办呀 哎呦好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情商就是特别低 脑子里根本就没长爱情那根弦 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呢 是啊 你说的对 没准他说的是一时胡话呢 如果我让他明白 他喜欢的女孩就是我 就可以了对吧 是是是 他不喜欢你 他还能喜欢谁呢 嗯 小妈 昨天那个进行会 奖上韩来了吗 我没看见他 你突然问他干什么 林欣 快出来吃饭了 哦 好 我要吃饭了 先不说了 挂了 哎 小心 各路水仙博佑 一定让我考上精大呀 哎呀出来了没有啊 没到时间呢 哎呀别晃了 慌什么呀 七五 太清楚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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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你看大姑都进去了 哎呀 你都别急别催我 哎呀 我这不是你紧张吗 别想让别想让 好事不怕呗 是不是 好事不怕呗 你抖什么抖 我也不想抖吧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我们张家的骑士大人 简直就是我们张家的骑士大人 不算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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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保佑 不算保佑 哦 前面 陈君出来了没有啊 陈君出来了吗 没到时间呢 哎 夏林夕 你算我考考那么长 你看我重进去不担心 担心啊 木已成舟 我现在担心有什么用呢 嗯 这些都是啥呀 哎哎哎哎哎哎 你别碰 这可是我跑去很远的庙里球来的 准灵 你别把运气啊 给泡霉了 姐 咱们家小夕那么优秀 你根本不用担心啊 我是希望我们家网太慢 我姑娘长急 我当然不担心了 我看看 我才是你亲儿子 我爸今天怎么了 怎么花这么多呀 他也紧张 嗯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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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看了七百一十一吧 七百一十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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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 七百一十一啊 别把你的中号转号给说错了 嗯 啊 啊 爸 我对不起您 我从小到大都没让您赏心过 辜负了您对我的后啊 哎 相信啊 这给我是不是大快真心啊 你能啃了七百一十一吗 走吧你啊 你这次肯定没有输给我 哎 哎 我就知道啊 我的宝贝儿子 不好意思 我啃了七百一十一啊 七百一十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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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谢谢爸爸 哎出来了啊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七百一十二 怎么可能啊 哎呀 哎呀 爸 爸 我不会说话外甥女啊 这个快说啊 这回肯定能上京的啊 这怎么可能一口的比我高 你看 哎呀 眼睛也很好啊 哎呀 有你姐姐继承咱们老陈家的这个状元基因 真行啦 哎 都怪你爸 这叫隋高 你当然也没靠过我大姑 您打我吧 打死我吧 我都准备好了 妈妈妈妈妈 这是我的成绩吗 怎么分这么高啊 哎呀 小妈 你这成绩再加上加分 肯定能上京大了 妈妈 是啊 你这不当鬼呀了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儿子 行啊你啊 啊 我以为你一辈子考不上大学了 你考这个成绩 我为你感到骄傲啊 我一直说你是我们张家的七十大弱 其实我内心感觉特别特别的骄傲 你知道吗 走 我请你吃烤串去 爸 你没事吧 不是 我有什么事 我没事啊 真没事吧 我真没事 你也真没事 我跟朋友上网去了 上网 我告诉你 吃完烤串 我和你一块去 真的吗 妈 太好了 妈 妈 我赶紧给小夕打个电话 说不定 我就可以跟他上同一所大学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一起来拜拜 还愿了 赶紧来拜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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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愿 谢谢伯特 行不行了 别说这么多了 两个都能上京大 绝大欢喜 对对对 就是就是就是 咱们应该去搓一顿 是不是 必须的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快走 孩子们快点啊 走走走来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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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七百一十二 七百一十二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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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哎哟 这家儿 书啊 我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你这 蝶子舍 舍了呀 舍了 我不是这玩事了吗 这 来 来 这 这夏天的衣服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我觉得毛衣有点少 我再给你找点去 好 对 找找找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很快就过去了 但在我准备去京大之前 我想见的那个人 一直都没有出现 顾小曼跟陈一川 都在小区门口等我呢 爸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自己可以 你那个 身份证 手机 车票 都装好 别丢了 到了那儿 如果发现缺什么 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好 你说你第一次离家 非不让我们送你 我跟陈一川和顾小曼都说好了 放心吧 关键我还想跟着你 去京大玩一圈呢 那你就有时间来看我呀 你们又在那儿嘀嘀咕什么呢 没有 我京大那 不是 北宁天气冷 你毛衣带够了吗 带够了 带够了 别进说那没用的 去那儿我跟你秦月哥都打好招呼了 去那儿有什么事呢就找他 嗯 好 我得嘱咐你啊 今年我可要在奖学金的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啊 你这个人 好 小徐都上大学了 你眼睛里还是盯着成绩 他是去读书又不是去度假 我不盯着他成绩 我盯着他什么 一天到晚跟你一样玩的破石头 咱姑娘能考生金大吗 哎呀 爸 妈 你们就放心吧 爸 你总不在家 但是你在家的时候 记得给我妈熬点粥 我妈胃不好 妈 我会好好学习的 但是 我爸他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你也别老跟他吵架了 你看看 孩子长大了都知道关心我们了 你放心 舌头和牙齿还有磕缝呢 我跟你妈好着呢 谁跟你好着呢 我跟你爸事儿给你管 你就好好把你成绩弄好了 上了大学可没有人管你 你必须给我自律啊 赶紧走吧 走吧 走走走 走走走 快点来不及了 放心 没事儿 爸妈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我可以的 哎 行 小川他们也等了半天了 咱们真不啰嗦了 来 拥抱一下 妈 照顾好自己啊 有事来离话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我 我 我 来 十八岁以前 我一直按照父母精心设计的道路 规规矩矩地走 之后 父母留在了原地 接下来的路 我要自己去走了 听师哥们说 您小子高中就有女朋友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现在 拉你去小煤矿打黑工 怕不怕 怕死了 前边停车 我下车了 这么走了 这个不像你啊 到了北宁呢 就是我的地盘了 教授怕你一时间没地方住 我趁着这个好机会 主动请英 让你在我家住几天 什么好机会 压照我的好机会吧 说吧 房租多少钱 你这人这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钱 那你给我免费啊 免费不行 没想到我还找了个全能师傅啊 快去坐好啊 等吃饭去 嗯 手艺可以啊你 手艺 手艺 项目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趁这段时间你还住我家 赶紧帮我把这个项目做完 不然我真的要退出变成全了 退出变成全 嗯 你装什么落魄啊 你先给我说条件 我都免贪 行 那这么着 我房租呢给你全免 按照以往的价格给你筹了 不过明天就开工 成交 不过我收半价 你房租 行 不过明天有点 有点私事 那个后天开工行不行 但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进度 行吗 私事是 女朋友 算是吧 那就是 还没有成 那你准备怎么表白 表白 表白我真没想过 不过真要表白 如果是你你怎么做 如果是我 谈个恋爱嘛 无非就是买买早餐 接送宿舍 总之润物细无声 日常美好 哇 你能再俗一点吗 好 得了 问你也问不出个事 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都讲究直给 什么软不休息 直给 合着爸的总裁方呗 不同人不同办法呗 行吧 不过先说好啊 你明天别跟着我 我明天才不跟着你呢 我明天也得去见个女孩 得 那先祝你 马到成功 嗯 彼此彼此 好久不见 恭喜你考上了京大 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好久不见 夏琳希 好久不见 当时的不告而别 我知道你一定心里怨我 我一直欠你一个当面的解释 好久不见 明天就可以见面了 夏琳希 真的 好久不见 小夕 明天我去车站接你 好久不见 谢谢秦月哥 不用了 我和小曼 陈毅川 坐学校的街站大巴过去 好吧 那我在学校等你 怎么做 开门 你呢 好久不见 我们的学校也太奇葩了吧 嗯 京大 我终于来了 京大 我们来了 能不能行 你看看什么样子 去年了 没见过人 真是 不要跟我们江民人丢人好吗 你 我走 你们往那边走 那边就是 那个好 那个好 那个不行 还喜欢和光宇 看这么长时间 球没看中呢 没有看上眼的 都打三了 对啊 差不多谈个黄昏恋吧 草草得了 像我这样才华合理的美男子 当然得精飘细胸 你不懂 行 行 行 汤没来当了 就行了 看什么呢 看什么 看什么 听说学校后面有一个人工湖 特别 特别好看 别怪什么人工湖 你们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三哲学系的和光宇 同时呢 也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 现在我在做迎新 哦 师哥您好 师哥您好 我们是新来报道的 嗯 我是精管系的夏林熙 你好 师哥好 我是中文系的顾小曼 这是陈毅川 你好 我是陈毅川 我是今年计算机系的第一名 好好好 小川你低调点 这是精大 学霸遍地都是 怕什么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是靠加班上的精大 我可是今年 比分数限高了三十分呢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带你们转一转 好 那个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女生宿舍怎么走 好 要不然你去问问他们吧 好吧 好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加个微信 然后之后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好啊 好 来 我送你们 师哥我还没加呢 新闻部部长 不重要 苦苦寻觅知己 月色雪色 谁是我的第三种角色 来来来 咱们走吧 好啊 走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前面就是咱们的图书馆 好 然后这个食堂 二楼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面 到时候带你们去吃吃 我自己的情愿 来 去帮忙 说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吃 林夕师妹 你喜欢吃什么 师哥都没 不用麻烦了 师妹 你老家哪里的 我是江明的 江明 师妹 香的重重 师哥帮你拿 不用不用不用 有人帮我拿了 妈 嗯 哦 师哥 没有人帮他拿 不过他力气很大的 他不需要别人帮他拿 师妹 你什么星座 巨蟹座 巨蟹座 老师师妹 你有什么孩子知道 都可以来问我 师妹 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哪一年的 师哥 新生开学 你肯定很忙吧 我自己走就行 不用你费心了 我不忙呀 今天若是离开你 我绝对会后悔的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 然后让彼此多一些了解 你觉得呢 师哥 中文星座 对了解你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兴趣是可以赔养 兴趣是可以赔养 你哪个心态 计算机器 是吗 是吗 好厉害啊 师哥 是这样的 我之前来过京大 我可以自己找到寻师的 来 师妹我帮你他吧 就是我帮你吧 你别把箱子还给我 我可以帮你的 你自己来就好了 郭光宇 秦月哥 秦月 他怎么来了 这事就不麻烦你了 你们俩认识啊 不愧是我占了三年的CP 好帅啊 这才叫英雄救美嘛 这事我也不知道 学着点 无聊 秦月师哥 我先回宿舍了 好 那一会儿见 师妹 我也送你回宿舍了 不用了 谢谢 我们走吧 秦月 讲点规矩就行吗 这是我先认识的小师妹 要不要脸 上来就牵人家小姑娘的手 你是她男朋友吗 小夕是从小住我隔壁的妹妹 我们手拉手一起长大的 而且何光宇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随便纠缠你什么 尤其是她 你再敢靠近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夕 我好羡慕你啊 别说话 这算不算是会长大人 在利用职务威胁我 大学三年都没有把你的思想品德交好 我真的建议你回炉重造一下 不然真的对不起你的思想品德老师 你再说一遍 小夕 我们走 好 那边呢有个便利店 一般大家都去那买东西 好 然后您往右看就是食堂 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新生的宿舍 我宿舍到了我就先进去了 吃个拜拜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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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你给我我自己拿就行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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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终于咱们吃的怎么办 哎 学生会长秦月 是啊 你女孩是谁啊 哎 秦月给我自己拿行李吧 没事 你走了一路肯定累了 我帮你拿着就行了 我不累 好吧 走吧 我帮你拿吧 秦岳 这么巧 你也在宿舍啊 难得回来 外面项目我做完了吗 还没呢 我就回宿舍拿点东西 行吧 没事 我还帮你来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石影 你的直系实际 是京大计算机校队 唯一的女队员 也是学生会的副会长 这是林熙 是我 师姐好 我是秦岳高中的师妹 也是今年进管系的大一新生 请多多关照 林熙对吧 那正好我帮你搬上去吧 好 今天就不用了 今天学校刚看学 女生宿舍不是允许男生金吗 这么重的箱子你也不好拿 也是 我们走 好吧 那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 就当给师妹接风起沉了 我像我还有事 咱们改天呗 改天我请 咱们吃顿好的 好吧 行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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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请是蚊子多 我帮你到蚊杖庄上 到时候你用的时候自己拿下来就行 秦岳哥你不用帮我了 你不下午还有事吗 你先去忙吧 没事 我还有时间 终于的 好 是你啊 你好 我叫夏令熙 你好 你好 我是庄飞 你们先忙 我去收拾一下 小夕 小夕 你师优也来了 要不你们先聊一会儿 反正我也说是差不多了 有什么事再喊我吧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吧 行 嗯 对了 会长好 你好 会长好 你好 下午新生典礼 你好好地准备一下 嗯 晚上我带你逛逛学校 好的 那我走了 嗯 看起来挺很熟的 嗯 哎 何方神圣啊 一上来就攻下了全庆大最难的山头 我一大二的老师姐 至今都没跟男神秦会长说过一句话 哎 现在的师妹啊 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本事 可不是 好巧 那个 嗯 我刚刚在学校门口碰到你来着 哦 是吗 嗯 我没注意 不好意思啊 没事 那个 嗯 这是我老家的特产 我妈特地让我带过来跟师友分享了 谢谢你 我也带了特产过来 我们一起吃吧 哎 哎 那个 刚刚那个男生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我们是邻居 你们好 啊 啊 哈喽 啊 啊 屋里是不是没到垃圾啊 有个怪味 不好意思啊 啊 你们好 我叫楚秋言 你好 我叫夏灵溪 我是庄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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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人呢 哦 我们跟一个学姐一起住 她说她经常在外面做酵母 所以不怎么回来 哦 对了 我妈给我带了好多进口零食 你们可以尝一尝 哦 哦 这个芝士加心饼干 我妈从过来给我带过 我特喜欢 喜欢就好 你也来一个吧 啊 我 我不吃甜的 这个是咸曲奇 谢谢啊 我不吃零食 哦 好吧 哎 对了 一会儿 我们三个出去吃个饭吧 全城的餐馆list 我全部都做个攻略 你们是喜欢吃西餐 还是海鲜 你是当地人啊 对 哦 以后你们生活上有什么要问的 都可以问我 那我们出去吃饭吧 那个 我 我不用了 我等等去食堂吃就行了 我也约了高中同学一起吃饭 好吧 那我们就改天再去 还来今天 我只能约我男朋友了 果然我又是第一名 蒋正涵 出名了吧 小夕 小文 你好 小夕 我听我们宿舍的师姐说 你要代表新生剧发言了 才刚进大学 你就成小灵通了 成萌宁夸奖 你们宿舍还没收拾好 怎么有股怪味 别瞎说 那是我室友他妈妈 让他给我们带的腊肉 不好意思 小夕 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让你坐下 干嘛 你快坐 你要说什么呀 我看了今天咱们俩的星座运势 咱们俩的桃花运势上将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说明什么呀 说明在新生典礼上 我就要一举拿下小串串 而你 哎呀 先别收拾了 而你 会和秦岳师哥 牵手成功 顾小曼 再瞎说 我把你踢出去了 别害羞嘛 你要准备这种 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夏丽西 夏丽西 干嘛 你看你穿的这是什么 难道你真的要打算穿这套 去参加新生典礼吗 挺好的呀 不行 这是新生发言呢 这不 挺好看的呀 交给我顾小曼 我要把你打扮成今天最美的仙女 哈喽 秋元 灵溪 为新生见面会做准备呢 对啊 你也是这个宿舍的吧 你好 我叫顾小曼 你好 我是楚秋元 是灵溪的室友 我是我们家小溪 高中的同学 也是最好的闺蜜 你好 秋元 我在帮小溪挑衣服呢 你帮忙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灵溪的气质比较清冷 要是参加新生典礼的话 我觉得换一个颜色会比较好 我觉得 换一个 这件黑色的连衣裙就不错 可以 试试 好看 灵溪的脖狗 还有锁骨 特别好看 配上这件黑色的连衣裙 显得更加有气质呢 但是 黑色的 会不会有点太正式了 迎新会 象征了我们在大学的开始 有点仪式感 不是更好吗 有点道理 你要是想画这种大地色的眼影 我就用这盘帮你画 我看看有哪个刷子 这条裙子也好漂亮 这条鱼条差不多了 来 我先帮你画个眼影 哦 好适合你 真好看啊 你给这张镜子看看 哦 你们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 给你们看看 Bling Bling的眼影 这是高光粉 是不是很闪 哇 哇 是这个 要跟我男朋友去吃饭了 我们下次再换吧 行 我们也去吃饭 谢谢青眼 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用客气 不用了 我还要再收拾一会儿呢 好 那待会儿去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祝你和男朋友幸福哦 也 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小夕 咱们也赶紧去吃饭吧 行 我饿了 走吧 张飞拜拜 拜拜 走 走吧 你想吃什么呀 先看看吧 哎 慢点儿 慢点儿 我有点儿不习惯 第一次穿高跟鞋 但是秋妍真的给你打扮得很漂亮 而且她给你化的妆 好看啊 她还给我编了一个这个辫子呢 难怪她有男朋友呢 又会化妆又会打扮 小夕 我们宿舍的那几个女孩 都有男朋友了 羡慕 小声点儿 八卦小天后 对了 我想先去个厕所 你穿高跟鞋不习惯 你慢一点走 我们里面见啊 嗯 好 小曼你慢点儿跑 没事儿 哦 师兄 别叫师兄啊 太见外了 叫我光雨哥吧 哦 何师兄啊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林夕 林夕 你别急着拒绝啊 你看 咱们这么有缘分 你进学校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对吧 林夕 你 还没有男朋友吧 何光雨师兄 我有 我有男朋友的 所以请你自重 不是 哎 这 不好意思啊 奇怪了 不是 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讨厌你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 现在喜欢我吗 不过 那是因为我还不够了解你 你正直善良 有责任感 但是就是有可能 有的时候你太善良了一点 遇到什么事情 你都喜欢自己一个人扛 你也不喜欢解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小灵溪 喂 喂 喂 这夏师妹怎么谁都认识啊 小灵溪 小灵溪 你跑什么呀 是不是 是不是我出现得太突然了 我来金大就是为了找你的 夏灵溪 夏灵溪 我突然离开 我失踪失联 我都是为了今天 可以再站到你的面前 蒋正涵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出现就出现 想失踪就失踪 想失联就失联 大家高中同学一场 我不想逼校保安 把你从我们学校轰出去 你赶紧走吧 我 你刚刚说你有男朋友了 跟你没关系 桌上北方的舅 送别那飞的梦 深入爱过的人 歌颂远走一躲 我突然离开 我失踪失联 我都是为了今天 可以再站到你的面前 你别幼稚了 行吗 我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不管我曾经为你做过什么 那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我不该期待你会 感动 会改变 还有 反正你已经离开我了 我的大学生活里 没有你 你已经在我的回忆里消失了 我转头就能把你忘记了 我怎么干什么 去买个水这么长时间 就是啊 林熙 回来了 哈喽 说说说说说说 好好好 小夕 我这个仿装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你 放的是哪吒吗 小妈你刚刚不说你去卫生间了吗 姐姐 大学了 女生说去卫生间 就是去化妆的呀 十八岁了 你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幼稚了 赶紧跟上我们成年人的步伐 啊 过来啊 这边 啊 小川 小川 我还拿着说 夏林熙 你这又是干嘛呢 没干嘛 你走吧 小夕 你等我干嘛呀 你谁啊 我画了个妆 你就不认识我了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嗯 好 你也得上这儿要东西啊 陈一川 这是我刷眼皮贴 你 这个眼神有什么瘸啊 不是 你 你 今天对我挨大不理 我明天要让他对我高开不起 哎呦行啊 你到底懂不懂我弟弟啊 别贴了不适合 以后别贴了 这不好看吗 小夕啊 不用贴也好看 小夕 要不要上来对个词 哦 好 我先过去了 嗯 整个的流程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 上台之前可以先深呼吸 深呼吸 相信自己可以的 好 学现你们秦月师哥 还是最棒的 待会儿呢会有很多人 你一定要放轻松 讲话要自然 相信自己 你肯定可以的 对啊 行 我试试 不要紧张 你可以试着想台下的人的都是土豆冬瓜 没错 我试试 关键是心态 你这样想的话呢 就不会紧张 我试 对 你师哥说的没错 心态很重要 放轻松 深呼吸 就这样 我试试 你就把他们的想象都是土豆冬瓜 跟你秦月师哥说的一样 土豆冬瓜真的有用吗 当然有用 这就叫精神设立法 哇 这就是会长和副会长频道出现啊 是啊 真是精大的透明梦幻CP 哇 真的是才子佳人啊 不知道他们日常是什么样子 看这架势 肯定也和偶像剧一样啊 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师 同学们 大家 晚上好 秦月师哥怎么这样啊 他怎么能够 除了你以外的人搭档呢 别想别想 我是 二零一二级 计算机系的秦月 没事没事 快看 我是 二零一二级 精管系的 石营 接下来呢 是 至此环节 在此之前 我要请各位同学 先看一段视频 这是属于我们学校荣誉的一课 是凸显我们精大格局的一课 更是能够彰显我们精大精神的一课 请看大屏幕 选手蒋正涵再次获得一个气球 代表着他又攻克了一道难题 这位第一次出现在ACP大赛上的新选手蒋正涵 成了这届ACP大赛上 代表精华大学最闪亮的星星 作为年仅18岁的 被精大计算机校队 破格录取的主力成员 蒋正涵解体思路势如破竹 面对难题更是迎难而胜 他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国内高校一中好手的交口称赞 更是得到国外ACP高手们的褒奖注目 在赛事中完美展现了精华大学的风采 蒋 蒋正涵 蒋正涵啊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刚才这段视频的主人公 也是我校计算机新生代表蒋正涵 上台致辞 掌声有请 非常感谢大家 对蒋正涵同学的热烈掌声 风华正茂 人才济济 不得不说啊 我们一字级新生真的是人才辈出 不是重生啊 尤其是站在我身旁的这位蒋正涵同学 他不仅通过计算机特长 被精大计算机系破格录取 也是精大计算机校队有史以来 第一位大一就被选拔入队的选手 同时祝贺我校计算机校队进入全国总决赛 让我们期待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 帮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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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一四级新生蒋正涵 首先我想说 这一份荣誉 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它更属于精大校队的所有成员 正因为大家 也因为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约定 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感谢精大计算机校队破格将我招了进来 让我有机会在ACP大赛上 和各路高属切磋提升自己 更感谢精大能破格录取我 让我能站在这里 成为精大的一份子 正是因为精大这种包容开明的理念 才让我们能在ACP大赛上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在这里 我也非常感谢精大计算机校队 这样一个温暖的集体 我们能获得这次金奖 是我们共同拼搏的结果 其实能进入精华大学对我而言 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因为它代表着 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约定完成了 一言为定啊 那我们就约好了一起考精大了 蒋老师 精大虽然难 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考上 我们拉个钩吧 我们在你的秘密基地 秘密结盟 你都多大了还拉钩 幼稚 不要 快点 拉钩 不要 拉 不要 拉 干账 我们校队缺个替补队员 我向史教授推荐了你 他很感兴趣 希望你能来我们校队 参加集训 参加ACP比赛 算了 会耽误挣钱的 我给你的钱足够你爸做手术的 你难道打算打一辈子联工吗 我自己的事 自己解决 蒋真函 精大有破格录取校队队员的先例 只要你能够上场 就有机会进入精大 你难道真的连大学都不想上了吗 破格录取的先例 有几个 只要有诡异感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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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有请大一新生代表 金管系夏琳熙同学 上台致辞 掌声有请 加油 加油 小心 好 好 小心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夏琳熙 是纪念监管系的大衣新生 首先我特别荣幸 代表我们2014届的新生 在迎新会上发言 昨天我踏入京大的时候 我就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珍惜京大 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认真努力 积极向上 夏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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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蒋正涵 是我没跟你说清楚吗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你要跟着我干嘛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来这里都是为了你啊 我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话 都是说给你听的 我没有实验 我来京大了 蒋正涵 咱们是什么关系 是同学还是朋友 朋友 朋友 是分别的时候好好分别 再见的时候好好再见 你是吗 你说走就走 一整个暑假你一条微信都不回 你毫无缘故说消失就消失 没联系过任何人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潇洒 特别有范儿 他能让我死心塌地记住你啊 那些我当时真的是有很特殊的情况 我爸他 我家出了一点烧 所以我不得不先来北宁 但我之后 之后我知道我有机会来京大 我就去集训了 但集训之后我的手机又被没收了 所以我 所以你进了京大 成功成为计算机大神 你真是既神秘又强颜 不过这些荣耀 你竟然不需要我的参与 以后我也没有兴趣参与 不是的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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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脸怎么这么丧啊 这脸怎么这么丧啊 看你这样子 看你这样子 不会是表白被人拒绝吧 没表白 一耳根就没给我机会 看来你这年轻人只给的方法也不太行 不过没关系啊 江总裁 还有机会 再接再厉 现在没那么简单了 我估计我这次 朋友身份都要被除名了 这我就好奇了 你这到底干了什么呀 不会是强吻被拒了吧 好 你是被我吻过以后 不气得了 可以啊 你这都吻上来啊 行了 今儿没心情跟你聊了 睡了 没事 年轻人总会遇到点挫折嘛 蒋正涵 要不试试我那招 学题学员们看过来 完成了招亲了 来 调解一下 同学 小夕 你说蒋正涵空间经大 是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知道 还有 你昨晚怎么没回我微信啊 是不是找蒋正涵去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我不是给我发微信说了 我不舒服先会宿舍了吗 不舒服 你来 你来那个 对啊 你不是和我同一天吗 借口绝对是借口 你肯定拿讲这涵空间 你肯定拿讲这涵空间 不是 顾小曼 我们赶紧跳社团好吗 抱不到社团就拿不到学分 走走 看一看 走 你来看一看 同学 你们要加入吉他社团吗 嗯 会干乐谱吗 嗯 我会弹钢琴 那会弹吉他吗 嗯 哇 同学您好 我们招社团的标准是要有过舞台经验的 做过幕后也可以 你们演过舞台去吗 嗯 是有呢还是没有呢 两位同学 师妹好 我们只说学过基本舞的新一生 你们会吗 不会 那不好意思 我会给你 哦 我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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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不好 我会给你 同学想加入我们艺术团吗 嗯 嗯 想加入我们必须具备国乐 声乐 管弦乐器 芭蕾舞或者民族舞 至少三项特长 你们符合要求吗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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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 我发现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 什么啊 大家都一起读高中考得精大 我妈初中怕耽误我学习就不让我弹钢琴了 嗯 他们哪儿来的时间学的这些才艺啊 你怕什么呀 你是江明学谁 还有什么是你学不会的呀 我学过来看看 喜欢塔罗台吗 什么是啊 小夕 哎呀 这个受压了 哎 哎 小妈 来来来 来来 小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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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怎么就没有数学的事儿呢 来来来来 看谁 来来来 快点 来来 你在找什么 我等会儿再过来啊 行 再见 蓝球师 师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们学校有没有数学生 数学生啊 以前好像有 但是因为参加的人太少了 上学期就取消了 取消了是吧 对 是这样的 谢谢师哥 没事 小夕 小夕 别跑了 别跑了 小夷 别跑了 别跑了 实在跑不动了 我们去吃他们买包子吧 待会儿要拍不上号了 郭小夷 你从昨天又抓着我一起跑步的 你现在你又不跑了 你不是要减肥吗 不行了 不行了 真不行了 我承认了 我想减肥的想法有点膨胀了 美食和小川之间 你再让我考虑两天吧 好吗 小曼 美食吃吧 嗯 美食吧 我也不想跑了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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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不痛 你跑不痛 小心 顾小曼 嗯 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你真是就是三分钟热度 以后我都听你的 全美食 我真是要累死了 我大早上被你叫起来 我 嗯 早 蒋正涵 可以啊你 包子 老同学就是厉害 嗯 对了 毕业聚会你怎么没参加 毕业照你也没去拍 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我们精大的鸡端鸡男神了 厉害啊 快吃吧 给你妈的 谈个恋爱嘛 无非就是买买早餐 接送宿舍 总之润无细无声 日常美好 什么套路啊 包子 这俩人肯定有情况 我不喜欢吃包子 可我现在 只买得到包子 试试看 说不定你喜欢的 说不定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这个 一定不会 可我就是我 哎呦呦呦 小夕 包子是好东西 我觉得不错 只要有吃的 你觉得什么都好 毕业原则 就是全粮精 都精大包子 你们怎么来了 还来看看你啊 对呀来看你 这 这 这叫定位吧 哇 真是不错啊 不错不错 果然漂亮 他们在做人吗 不枉老实拉着咱们 骂了半个点 不争气的单身狗 哎 你们真没正经事做了是吗 几位师哥好 好 我不知道这位奖同学 跟你们说了什么 但我想应该是他传达有误 或者是你们理解错了 我不是你们的弟妹 我跟他并不双 不可能 弟妹 我给你看看东西 哎 哎 哎 不是 哎 哎 看 这是你吧 对啊 是吧 哎 我就说我没看错了 没错我跟你说 哎 哎 看 这个也是你吧 对啊 不就是你吗 是不是 对啊 就是你 你们之间肯定是我误会 哎 你生气 肯定是因为我们这儿没坐到位 哎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这儿七手坐的 没错没错 你看 哇 你看 这么详细 哎 这个 这个是有啥呀 先行献的参数方程和三维参数代理 哎 简单的说呢 就是用数字表达的 哎 哎 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后面的话句方程是又是个什么呀 哎 当初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哈哈 嗯 这是化学公司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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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需要一个解释 好 马上 立刻 哈哈哈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上课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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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吗 哎 哎 哎 你说哪个啊 就是那个呀 特别好看 特别帅 嗯 来 站住站住 来吧 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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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儿有人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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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啊 坐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上课 好 网络技术喽 江正涵 你不要闹了好吗 我不会坐那儿的 你以后不许再查我了 也不许做这种无聊的事 李希 我都站好了 你去坐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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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反正这是我给你站的座 你走到哪儿就到哪儿 你走到哪儿就到哪儿 坐吧 我特意站的 你最习惯的位置 作为代表发言的那个 是他啊 你刚刚看车挺烦的 哎 哎 哎 漂亮了 还在闪上 那好舒服 天啊 真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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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啊 你来吧 我来吧 你来吧 啊 请进 师哥 你好 是你啊 你不是计算机队那个奖 这是我重开数学社的申请表 师哥书要交给你 麻烦帮我登记一下 你的申请不合格 过不了的 回去吧 哪里不合格 我现在可以赶 不是 我说话你没听懂吗 不合格 通过不了的 懂吗 表上每一栏我都是按照要求填的 不能收拾什么意思 小师弟啊 实话跟你说吧 咱们学校的新社团 不是你想申请就能申请的 学校社团这么多 我总得一一审核吧 我是公事公万 你的表哥先放这儿吧 之后看着办了 给我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 不然我只能说你在拿植物之变 找我麻烦 随便你怎么说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这儿呢 行了 行了 马上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好 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 没事 你继续说 同学 同学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看看 我先送你去仪物室 来 来 小心点 来 等我一下 坚持一下 来 小哥 慢点 慢点 走了 坐好 那个 谢谢 没关系 你小心一点啊 别摔下来 没有很痛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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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琳熙 在我的小本本里 男主角可是秦月 难道这么久 我都站错C片了 说一说吧 在高中的时候 还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的 缠绵翡测 风华雪月的暧昧故事啊 你误会了 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 小夕你变了 你真的变了 你到现在还在欺骗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 你不会 但是 如果你现在考虑告诉我的话 我还是给你机会原谅你的 小曼 我说你什么好呢 嗯 这样吧 我们今天晚上下馆子吃饭去 我请 你这次 又想拿吃饭堵住我的嘴了啊 好 这话你说的啊 不是我不请你 你别后悔 哎呀 我回宿舍拿课本去了 哎 小夕 小夕 我不都演一下吗 怎么还都走了呀 哎 可怜的秦夏卡普 我只好给你们写Bad End了 嗯 哎 林欣 回来了 哦 你看啊 医生都说了 让你尽量少活动 记住了吧 庄妃 你怎么了吗 嗯 没事 就是摔了一架 要不要去校医务室看看 已经看过了 是新晋的计算机大神英雄救美 让我们庄妃几十倍救住了 刚才师姐说的大神 是蒋正函喽 怎么样啊林欣 还适应吗 挺好的 师姐是要回来住了吗 我今天学生会有事弄太晚了 就没走成 今天呢 跟你们一起住宿舍 对了 以后呢 只要晚上有课 我就不回家了 好 那个 我 我可以问问你们 就是 你们觉得 我要不要跟蒋大师 道个谢 当然可以啊 哎 对了 林欣 我听说 蒋正函好像是你们江明一中的 哎 你应该跟他认识吧 不认识 他 确实是我高中同学啊 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只知道学习 不怎么关心班上的同班同学 而且他也不怎么来学校 所以 就不太熟 什么不太熟 吃了吗 小曼 你跟你们以前学校的蒋正函熟吗 我不熟啊 但有人熟 怎么大家突然关心起蒋正函来了 是庄妃脚崴了 蒋正函帮他送进了医务室 庄妃呢 就想感谢一下他 蒋正函 他这么热心有爱的吗 哎呦 我这位高中同学啊 自打来得惊大 真是让刮目相看啊 怎 怎么了吗 我怎么知道啊 怎么了吗 我怎么知道啊 嗯 我知道 我们这位高中同学蒋正函 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问题学生呢 他又顶撞了老师 又不爱学习 考全班倒数的 所以他能上京大 其实我也很惊讶的 小曼 一 一 二 二 二 好了好了 不聊他了 对了 诸位小师妹们 作为京大的传统呢 今天晚上我作冬 请同学师妹们吃饭 大家一起来啊 师姐 我不是你们学的 可以一起吃吗 啊 师音姐 不好意思啊 她一直都是这样 当然可以 一起来 师姐 我今晚跟我男朋友约饭了 下次吧 我们咱一起吃 那就说定了 好的 好嘞 你啊 注意点 过几天就好了 嗯 你刚刚干嘛 怎么了 说错话了 没有啊 小曼 你是不是会看手相啊 我带好 你帮我看一下 小夕 别忘了今天晚上 要一起吃饭 我来接你吧 对不起啊 秦月哥 我差点忘了 我会晚一点到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 自己去就 谁呀 你没人谁 好 来 庄飞 那你帮我去那边 拿点饮料吧 行吗 好 谢谢 稍等啊 灵溪小曼 你们来接 对了 跟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也是我们同系的 这是灵溪 这是小曼 今天大家就算相互战士了 行 好 那我连你们去那边 你们去那边坐吧 好 怎么样 来 这样 你们先聊聊天 然后我去那边 再看看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好 好丰盛啊 小夕 我天天这样跟着你 蹭吃蹭喝的不太好吧 我刚才怎么没觉得 你脸皮这么薄呢 你别想蒙混过关啊 咱俩的友谊小船 差不多要翻了 你老实交代 你和蒋正涵齐 顾小曼 你要是再提这个人 我真的跟你翻脸了 反正我现在坐一会儿 我就要走了 一会儿你自己先吃 反正你跟我宿舍的人也熟了 不是 你要去哪儿啊 秦岳哥约我今天吃晚饭 但是我也忘了 邱颜刚才说不来 我怕试音师姐 会觉得我不给她留面子 所以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再走 你笑什么 你吃你了 这个可以去 只要我的官配没散就好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没说蒋正涵 可以再点点凉份果汁吧 行 我再看看 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啊 我们系吃饭你怎么来了 何光宇 你可真够无聊的 我怎么无聊了 你们一帮女生吃饭就有意思了 再说了 帮我个忙吧 我对你们这一届新来的一个小师妹 特别感兴趣 你特别感兴趣 犹然而生的喜欢 但是她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今天必须得弄清楚 他来了 小夕 你干吗 夏师妹 咱们又见面了 咱们又见面了 你上回说你有男朋友 是不是真的呀 要不然 我当你男朋友吧 我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吗 何师兄 你是非要我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吗 对呀 不管我有没有男朋友 师哥您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我劝你下次 不要当众在这种公共场合 跟女生表白 你会很尴尬 别人也会 你会很尴尬 石英师姐 不好意思啊 我有朋友在等我 我先走了 好 你去吧 下次再去 夏师妹 你 这样 我敬你们一杯酒 就当是我赔罪了 可以吗 我不会喝酒 没有谁一开始就会喝酒 慢慢就会了嘛 算我赔罪 师兄 顾小曼 你要是道歉的话 干嘛让我们家小夕喝酒 我也喝呀 你 师哥 这么欺负师妹有意思吗 你 你怎么会让我喝酒 你怎么会喝酒 你今天就会叫你了吗 不好意思啊 何师哥 夏林熹和顾小曼 是我高中同学 我们高中班上有个规矩 女生不喝酒 如果你硬想喝也行 先把我喝倒 蒋正涵 小心 蒋正涵是来帮咱们的 我看你还是先别插嘴的吧 这 何师哥 第二杯 敬咱们大学生活蒸蒸日上 蒋正涵 你才大一 咱们没必要搞社会上这一套 你看 这一瓶排酒下去 就不仅仁势了 你知道吗 师兄 不是你先提一盒酒的吗 要我说 咱们别喝酒了 喝酒都没意思 今天所有的账我来解 好吗 学妹们玩得开心最重要的 对吧 何师哥至少先把这一杯喝了吧 不然我大学生涯 要留遗憾了 好了 别喝了 好了 别喝了 蒋正涵 你也别喝了 大家是来聚会的 又不是来拼酒的 师哥 别急着喝 这日子还长着呢 你怎么不喝啊 还喝吗 来 来 蒋正涵 你好不容易静的静大 别耳耳 干嘛 关心怀啊 别犯神经 师兄 师姐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小夕 你现在走了 蒋正涵自己在里头呢 那是他的事 我现在要去找秦岳阁了 你要是不想在里面待着了 你就会在宿舍等我 可 可蒋正涵 你不担心吗 你不担心吗 小曼 你还是得回去啊 大家都是高中同学 你 回去看着蒋正涵一点 别人都出事了 啊 我 走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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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讲啊 今天的咱们 五打一 谁是饶不着想着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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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打一啊 现在大学生都这么可怕吗 小夕 完了 完了 我听听 何光宇要五打一奖账涵了 师兄 就这儿 你们几个啊 待会儿啊 你看 装备都准备好 谁不能放过假日 是吗 放心吧 放心吧 我 喂 小川 你快来帮帮老同学吧 你快来帮忙 张扎涵 张扎涵 你疯了 一打五你也敢去 不是 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去 一打五怎么了 一打十也无所谓 不是 等等 等等 我答应过小夕 我要保护好你了 顾小卫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是 不是 你不能去 张扎涵 小夕 你可算来了 你快去拦着他 我去路口等小川啊 好 你 淹没再来去心愿的心 手装作为存长生 却不尽一堆识 桌上北方的绣 送遍难非的梦 生如爱过的老人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总远走得痛 小灵溪 你誓言了 你还以为了 你要像个神 有岂牙 你叫我 还要谢谢你 我� myst懂 你正 프로 我不是 青春的漫漫长廊 多少秘密徜徉 未修饰的梦语香 骄傲的挂在脸上 海阔天空的方向 约定要一起前往 你的温暖庄满行囊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故意了一起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你始终陪我去仰望 一路上跌跌张张 擦过一些伤 只为了与你踏遍时光 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 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 拆开生活的媒体答案 苦于乐 苦于乐以及品尝 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 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 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 相信我们的爱情 一如既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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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